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前的夏合 以前的夏合特单小 不爱说话 不爱运动 拖拖拉拉 上学都得我等他 就知道玩电脑 气得人小揍他 那现在呢 现在的夏合什么样 现在的你 不一样了 现在的时宜 也不一样了 以前的时宜 也很单小 不爱回家 每次放学啊 都让我陪他在河边等到很久 还我每次都吃不上晚饭 被我妈妈 还有呢 还有很多 不过 我更喜欢现在的时宜 那如果我说 我是从2022年穿越过来的呢 那如果说 我也是呢 我就说你有问题吧 你还不承认 那谁知道你是不是在开玩笑啊 我就是在开玩笑 你上当了吧 那你报警吧 为什么 把我抓起来啊 我可是穿越过来的人 我都有科研价值 神经病 你有回忆过 零八年的彩票正奖号码吗 没有 我不买彩票 再说 那谁基层出了 我有想过 但我没记住 果然啊 穿越回来想靠彩票中奖 是不可能的 那你买车的钱哪来的 我做游戏赚的呀 我在2022年 可是互联网大厂的高级工程师呢 那有两家新买的 你是谁家的呀 企鹅家的 我在穿越回来之前啊 刚当上主管 年薪百万呢 现在的孩子 这年轻人的脑子都怎么了 年轻人嘛 不就也在天马行空吗 收邮件啦 是十一吗 是我 华 这是你的邮件 谢谢 恭喜啊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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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搞账了 你也收到了吗 你什么时候跟我报一个大学了 高考前一百天 我就决定和你上同一个大学了 我们到了大学了 他爸 你说咱们家小姨 要是能合格在一块儿 是不是也蛮配的呀 你现在才看出来呀 当然蛮配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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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